有朋友问我 执笔的时候手抖怎么办呢 执笔手抖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之后 还是没有解决 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们自己的执笔方法 咱们普遍使用的是 拇指执笔法 拇指、食指、中指 三个手指把鼻管捏住 无影指抵住它 小指附着在这个无影指之下 这样是比较规范的一个执笔方法 执笔的力度不要过大 过大的话 就会容易造成肌肉的紧张 出现抖动 还有一个鼻杆垂直是相对的 如果始终保持这个鼻杆垂直的 这种状态 也会致使你的肌肉紧张 导致手抖 另外执笔的这个握管高度 咱们一般作字书写的时候 无明指、老肉之间 抵住鼻杆这个位置 和笔根这个部分 基本上是3.5公分 有的朋友习惯桌管很低 也有的习惯桌管很高 这都没有严格的一个规定 如果采用站姿书写的话 执笔的这个高度 应该适当的提升 不到10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就合适 在学凯书的时候 早期也经常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 尤其是写心里没底的这样的笔画 写不好 我们可以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定一定神 深呼吸 执笔手抖呢 只要我们把心神静下来 应该是很好克服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